北京时间10月14日晚,欧洲国家联赛C联赛第四小组,罗马尼亚坐镇主场0比0必平凡尔维亚,罗马尼亚后卫塔玛斯第44分钟进区内发归被红牌拔下, 在随后塔迪奇法师点球,明2点45分视频直播国家联赛意大利VS波兰,蓝一军团生死战罗马尼亚小组在前三轮取得一胜二平的战绩,而塞尔维亚则获得了二胜一平的战绩,双方均保持不败,在首回合交锋中,塞尔维亚主场被罗马尼亚2比2逼平, 对于双方来说,此一将是争夺小组投名的关键战,塞尔维亚本场排出4231阵型, 米特洛维奇带气凸潜,加西洛维奇,加迪奇,克拉多尼西身后埋伏,马克西莫维奇和卢基奇双后腰,后卫线上, 米罗科维奇和维尔迪科维奇大当中卫,罗迪奇和卢卡维纳一座一右,门将则是拉一科维奇, 第十一分钟,马克西莫传球,斯坦丘的远射被门将扑出, 第十分钟,米罗维奇投球百度,米特洛维奇攻门篇出左门注外, 第十三分钟,维尔一科维奇分球,马克西莫维奇远射被门将挡下, 两分钟后,马林送出妙传,斯坦丘远射也被门将化解, 第二十八分钟,马林任一球攻门篇出左门注外, 第三十三分钟,马克西莫维奇传球,米特洛维奇的远射高出衡量, 第三十九分钟,拉多尼奇分球,加西莫维奇攻门篇出右门注外, 第四十四分钟,塔玛斯进区内侵犯加西莫维奇, 主裁派直接,出示红牌将其罚下,并且判罚了点球, 但随后塔迪奇操刀主罚却将球射飞,塞尔维亚措施领先机会, 第六十八分钟,路基奇传球,米特洛维奇的攻门被门将扑出, 随后米林科维奇分球,米特洛维奇投球攻门高出衡量, 第七十四分钟,塔迪奇传中,米特洛维奇小禁区内的投球攻门, 被门将神勇扑出底线,第八十一分钟, 鲁基奇叫球传中,米兰蒂奇投球攻门偏出左门之外, 第八十五分钟,鲁基奇传中,维尔维克维奇投球攻门顶偏, 最终,罗马尼亚零比零别平塞尔维亚,双方出炒正容, 罗马尼亚四盖二盖三盖一,门将,十二号达塔鲁萨鲁院位, 一号马尼亚,四号塔玛斯,二二号萨图纳鲁,三号托斯卡后夭, 十八号马林,五号巴鲁塔中场,二十三号斯塔丘, 十号马克星姆七十一分钟,九号罗塔里乌, 二十一号德拉古斯,四十五分钟, 十四号内德切鲁前锋,十九号图库迪安八十分钟, 十三号克塞鲁萨尔维亚,四盖二盖三盖一,门将, 十二号拉一,科维奇后卫, 二号卢卡维纳,四号米轮合维奇, 三号维尔予科维奇,三号罗迪奇, 七,七分钟,二十一号米莱蒂奇头腰, 六号马克西莫维奇,十九号罗迪奇中场, 十四号加西莫,维奇六十三分钟, 二十号米林科维奇萨维奇,十号塔迪奇, 十八号拉多尼奇前锋,九号米特洛维奇下弦院。